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语言表达技巧呢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点 一 重音 什么是重音呢 重音是指一句话中重要的需要重点强调的词 重音主要是为了体现语言的重要性 目的性和逻辑性 比如我去过上海这一句话 那么如果把我作为重音去表现 就是我去过上海 如果把去过作为重音 就是我去过上海 就是回答我去过没去过这个问题 那么把重音落在上海上 就是我去过上海 回答我没有去过别的地方 重音的确定的不同 表达的意思和目的就不一样 重音的确定主要根据语言的语法关系 和语言具体意思来确定 既要保证语言的意思明确 又要保证语流通畅 在汉语里啊 名词动词形容词 关联词强调性词语 重音表现最多 那么在下列情况下 重音确定有它的规律 一对比观念的词念重音 比如这本书是我的 不是你的 意思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我就是重音 告诉大家这本书是我的 而不是你的对比 就是我和你要作为重音去表现 另外一句 你说你们班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这个男生和女生 它是对比关系 所以说男生女生是重音 二 比喻句子中的比喻词念重音 比如 河水像镜子一样发亮 看一排排的照片 都像你讲的抱春花呀 那么像镜子 这个比喻词就要念重音 三 在谍用词一个比一个加强的时候 每个词都要加重 并依次加强 比如 它没有遗产 它没有四溪 它没有坟墓 它没有留下骨灰 它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但是 它永远 活在我们心里 那么这个 呃 一个词 要比一个词加强 递进的词 啊 遗产 死溪 坟墓 骨灰 这一类的词 就要加重 四 在列举事物的时候 每个词都要中毒 如 我出门啊 要坐汽车 应酬 要穿些好衣服 我要玩 我要花钱 花很多很多的钱 你难道听不明白 啊 这就是一个 阔太太在炫耀自己的时候 啊 她的语气 就是玩 花钱 好衣服 这一类的词呢 就用重音来表现 重音的确定 重音的强调 一定要灵活运用 切不可思吧 这是语言技巧的第一点 重音 第二 停顿 停顿 就是语言运行过程中 声音的间歇 在生活中 人们说话的顿息 是自然的 无意识的 书内语言 用标点符号 来标出停顿 但标点符号 包括不了语言的 全部停顿 更包括不了 千变万化的停顿 被有声语言 带来的丰富的表现力 因此 语言的停顿 必须是在深刻理解 体验作品内容的基础上 有意识的 精心处理停顿的 停顿 有逻辑停顿 和心理停顿 我们说话的时候呢 由于语言逻辑的要求 中间会有许多停顿 那么在两个停顿之间的一段话 我们把它叫做语节 它在意义上是完整的 在语调上是统一的 要读得很连贯 这两个语节之间停顿 叫做逻辑停顿 例如下面这个句子 由于停顿的不同 意思也不同 原意是这样的 那么把它通过这个停顿以后 这么念出来 意思就不一样了 心理停顿 来自说话者的心理状态 受愿望 心情 感情的支配 比如 有几句诗 迷雾消散 枪声 稀疏 才发现 我们的英雄 已静静的 倒在山谷 那么 在才发现这个后面 就要有一个心理停顿 就是 在这个 迷雾消散以后 去找我们的英雄 找来找去 才发现 我们的英雄 已静静的倒在山谷了 这是一个心理停顿 那么 心理停顿 和这个逻辑停顿 它有一定的区别 逻辑停顿的时间 应该比较短 而心理停顿时间 可以长一些 根据感情的运用 停顿在 在气息的运用上 可采用 蓄气 偷气 歇气 大换气 倒扣以除气 等方法 那么 同时呢 这个停顿 也给我们 这个朗诵和波音 创造了 提供了 这个 偷气 换气 的机会 这就是 语言技巧的第二点 停顿 下面再说 第三点 语调 语调 就是语言 具有的 声音色彩 语调包括 声音色彩的 各种变化 轻重 高低 迟缓 顿挫 语调 丰富多彩 生动活泼 语言 就富有音乐性 和节奏感 语调是 明晰的思想 鲜明的态度 强烈的愿望 所激起的感情 和产生的 听觉现象 语调要求 肯定 明确 不要似是而非 那么读简单的句子的时候 应该明确 你对谁说这句话 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你说这句话 要表达什么样的目的 语调可分为 声调 降调 平调 曲调 声调 就是前面低 后面高 语事上升 一般用来表示 疑问 反问 精益等语气 如 这话真是他说的 这个就是调上去的 问的感觉 降调就是前面高 后面低 语事健将 一般表达肯定 坚决的 意思 例如 这件事情 就这样定了 这件事强调的重一点 高一点 然后就这样定了 落下来 平调 语事平稳 舒缓 没有明显的升降变化 用于不带特殊感情的 陈述句和说明句 还可以表示 庄严 悲痛 冷淡等感情 曲调 曲调呢 就是曲折变化比较大的 一些句子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语调是就简单句子而言的 切不可把整篇文章的基调和语调混为一团 最后一点是节奏 节奏就是我们在语言的运行过程中所要把握的语言的节律 也就是它的速度 那么这个散文有散文的节奏 新闻有新闻的节奏 诗歌有诗歌的节奏 有了节奏 那么语言才有韵律感 才比较好听 那么没有节奏 那么你的这个文章就是一抹子读下去的 所以说节奏就是语言运行过程中 声音的节律 声音的节律 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 好了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讲诗歌的朗诵 欢迎大家到时候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普通话辅导讲座 上一讲我们讲了语言表达技巧 这一讲我们学习诗歌的朗诵 大家知道 要朗诵好诗歌 必须了解诗歌的语言特点 那么今天呢 我首先讲诗歌的特点 由于时间关系可能要分两次来讲 诗歌是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 但它不同于其他文学形式 而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诗歌具有下列特点 一强烈敏锐的时代感和战斗性 一般来说 诗歌比其他文学形式能够更迅速 更直接更敏锐 更集中的反映现实 反映人民的生活 反映群众的理想和愿望 历史上有很多的革命诗歌 我列举一首 例如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意真 杀了夏明汉 自有后来人 短短诗句诗是我们看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雄本色 这是诗歌的第一个特点 二鲜明的思想 充沛的激情 诗情中有诗研制的说法 意思是诗的作者通过诗句 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诗人将他们心情最激动 感情最饱满的时刻 记录下来 抒发出来 这样才形成诗 如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 诸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诗人以极其鲜明的对比 表现出对封建同志阶级 荒淫糜烂生活的极端憎恶 和劳动人民冻死路旁 悲惨境遇的无比同情 其思想观点 爱与增是何等的鲜明 再如悼念总理的诗句 摸去吧 眼角的泪 居上最后一躬 再把战刀多抹几回 敬爱的总理 在我们最后的格杀中 你会得到永久的宽慰 这首诗反映出在四人帮猖狂的镇压人民群众 悼念周总理的日子里 人们发出悲愤的怒吼 这是诗歌的第二个特点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 生动具体丰富的想象 生动具体丰富的想象 是诗歌的第三个特点 诗歌创作要用形象思维 所谓形象思维 就是诗的想象 所以形象思维啊 就是欲思维于形象之中 用形象说话 用形象来激发感情 诗歌常用 富比兴的表现说法 简单的说 就是直言其事和形容比喻 先说富 富就是叙述事件直接说出 比如李白的诗 《早发白地成》 朝此白地彩云间 千里将临 一日还 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 万重山 这首七言绝句 继续李白从四川白地成 乘船出发 经三峡至湖北境内 日行千里顺江而下的情景 诗的背景是这样的 李白在被流放的途中 听到皇帝打赦的消息 怀着喜悦而急切的心情 返回中原 由于诗人的心情十分的高兴 和喜悦 他感到沿途的景色也就非常的美好 所以说便激起了他创作的激情 因此这首流畅奔放的诗 把诗人的乐观情感融入在诗中 这就是运用了富的手法 直接叙事折发情感 再说笔 笔呢就是打笔发 即笔语的手法 这在诗课中啊是比较常见的手法 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钱穿 飞流直下三千尺 于是银河落九天 诗中用天上银河落入人间 来比喻庐山瀑布的状况 这就是笔 心呢 心是先言他物 以引起所有之词也 就是说先讲别的事物 以引起要讲的词 二者从表面看来似乎无关 实质上有内在的联系 如南来的大雁 北来的风 心中想念毛泽东 再比如郭小川的诗 一言安 再厚的冰雪药 也盖不住昆仑山 再大的风沙药 也遮不住黄河源 再久的时光药 也磨不掉心中的延安 这里显然是借讲冰雪 昆仑山风沙黄河 引出人们心中的延安 是永久不能忘怀的 好观众朋友 由于时间的关系 诗的特点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我们接着讲 欢迎收看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普通话辅导讲座 今天我接着讲诗的特点 诗啊 重点反映的生活比现实生活更优美 更新颖 更带理想色彩 所以说 诗人的想象往往是对生活实质的夸张 由于诗歌想象的夸张 那么在想象的推移和变化上 就出现极大的深度和广度 这就带来了诗歌 开阔 豪远 热情 奔放的特点 如科研的诗 周总理 你在哪里 我们对着高山喊 周总理 山谷 山谷 山谷回应 他刚离去 革命征途千万里 他步步紧跟毛主席 我们对着大地喊 周总理 大地轰鸣 他刚离去 他刚离去 你不见那沉甸甸的骨碎上 还闪着他 心情的汗鼻 在这束诗中 诗人想象的翅膀 飞翔在大地 森林 大海之间 再跨越到了 找遍整个世界 这个想象的迁移和变化 既有极大的深度 又有广度 恰恰用来表现周总理 伟大的一生 诗歌第四个特点 就是耐人深思 引人入胜的意境 诗歌有鲜明的思想 有澎湃的感情 同时啊 又有丰富的想象 和深度的画面 诗人在表达 他内心的思想感情的时候 常常先把我们引导到 他内心想象 所创造出来的 巧妙构思的境界中去 通过具体生动的想象 借景抒情 景中有情 情景互生 创造出一种 实情画意的理想境界 如唐代诗人 王之焕的诗 灯灌雀楼 白日一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这书诗啊 是诗人在山西 浦州登城楼所作 前两句是写景 写的是太阳下山 和黄河奔流远去的景象 后两句却都是舒怀 由于诗人将 秦与景巧妙的结合 读起来 意境深远 回味无穷 诗的第五个特点是 精辟 明烈 独特的语言 诗歌的语言 要少而精 少则要求浓烈 精则要求质量 否则 就不是诗歌 古人说 意思由五穷也 闻则吹而为饭 诗则酿而为酒 意思是 作文章如同将生米做成熟饭 写诗如同将五穷酿成为酒 可见精辟 明烈独特 是诗歌语言最鲜明的特点 六 和谐流畅的韵律和节奏 诗歌有和谐的音韵 鲜明的节奏 形成一定的节拍感和音乐性 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一个显著特征 所以鲁迅先生形容散文是走路 诗歌是跳舞 这是对诗歌有节奏感音乐性的最形象的比喻 诗歌必须和哲压育 就是在每一句诗的句尾或隔一句的末尾的字 落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音节上 使音调读起来和谐优美 委婉动听 富有音乐性 如 相见时难 别意难 东风无力 百花残 春残道似 思方尽 蜡锯成灰 泪是干 由于何哲压韵 读起来 动听 顺口 明快的节奏是诗歌赋予音乐性的又一个特点 郭默若说 节奏之于诗是他的外形 也是他的生命 从外在形式看 节奏具有表现语音的强弱和语音的长短方面 那么将语音的强弱也就是中读与轻读 长短快读与慢读错综交替的使用 并有规律的大致整齐的加以安排就构成了诗的节奏感 中国古体诗诗节奏比较规整 节拍较强 要求严格 如五言诗要三段 如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将这五言诗啊 根据这个词性 把它分为三段 去朗诵 七言诗应该四段 如苏式的 引湖上出情后雨 水光炼焰 情方好 山色枯蒙 雨一齐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庄龙抹 总相宜 根据词性啊 将其分为四节去朗诵 才能体现出诗歌 节奏和韵律 好 观众朋友 关于诗歌的特点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主要来讲 朗诵诗歌的技巧和方法 欢迎收看 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普通话辅导讲座 今天我们讲 诗歌的朗诵 诗歌啊 是最适合朗诵的作品 因为诗歌 节奏规整 本身就具备音乐性 诗歌又押韵 朗朗上口 特别是古代诗歌 讲究评字 使字音在长短方面交错出现 体现了统一之中的变化 所以在古时候啊 诗都是可以唱的 诗歌的朗诵 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 必须了解作品产生的背景 二 必须了解作者的性格 和作品的风格 三 必须了解作品的主要思想 四 必须了解作品的谋篇布局 五 必须了解作品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词的意义 六 借助丰富的想象 七 确定准确的基调 那重点呢 要做到这么七个方面的要求 作为朗诵者 首先要把作品的思想感情融化吸收 将它变为朗诵者本人的思想感情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要用发自肺腑的动于中 行于外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来 通俗一点 朗诵者要代表作者说话 朗诵者要代表作者说话 比如 陆游的诗 拆头缝 在朗诵这首诗的时候啊 首先应该了解这首诗的主题思想 了解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这个诗产生的背景是这样的 陆游的母亲不喜欢儿媳唐婉 唐婉呢 是陆游的表妹 那么被迫使陆游和唐婉离婚 离婚以后 虽然他们各自嫁娶 但是依然深深思念着对方 几年以后的一天 他们在沈元偶尔相遇 唐婉和他的丈夫赵世成 设宴招待了陆游 分属之后 陆游在沈元的墙壁上 提写了这首拆头缝 其思念的意思呢 是这样的 红酥手黄藤酒 满城春色 攻墙柳 意思是 红润白嫩的双手 给我捧起黄藤美酒 满城明媚的春框 墙边飘扬的阳柳 东风厄欢勤薄 一排酬细几年理所 错错错错 意思是 可恶的东风啊 相逢也难以欢乐 一腔酬细 几年的离别 一朝的软弱 组成了终身大作 春炉旧 人空寿 泪恒红意 娇嚣透 意思是 年年春天都已久 你却比往年消瘦 泪水中冲坏胭脂 胭脂染红了手帕 桃花落 闲石阁 山盟虽在 井疏难脱 默默默 意思是 桃花已落 池塘楼阁也如此的寂寞 当初的山盟海誓 虽然还在 却难以寄托心头的思念 不能啊 不能啊 全时抒发了作者 对往昔夫妻幸福生活的美好回忆 和被迫离异 无法挽回的痛苦之情 惋惜 伤感 无望 充满全世 我们在朗诵这首诗的时候啊 一定要通过对他们爱情悲剧的了解 联想到 陆游写这首诗的心情 然后再进行朗诵 下面呢 我就试着将这首诗朗诵一下 红苏手 黄藤酒 满城春色 宫墙柳 东风厄 欢琴薄 意怀愁绪 几年里锁 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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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如旧 人空寿 内横弧异 娇小透 桃花落 闲池阁 山蒙碎在 井树南脱 默 摸摸 在激情的把握上 一定要掌握好度 既不能轻描淡写 也不能过分的悲伤 那么就是说 你在朗诵的时候 不能就说 很随便的 红苏手 黄藤酒 满城春色 宫墙柳 这样朗诵出来 没有一定的意义 也不能就说 太多的这个伤感 就说 红苏手 黄藤酒 满城春色 宫墙柳 也不要用这种强调 一定要把握好度 那么在另外 在诗歌的朗诵中 要处理好基准关系 哪基准关系呢 第一个就是 对仗的关系 在诗歌中经常有 对仗关系的诗句 即上下句相对 词性相同 或者相近的词之间的相对 朗诵的时候啊 上下句语气要呼应 上句要扬起 形成动式 严静而意味静 下句呢 是回答 带有归结性 语气相对的稳定下来 五三山半落青山外 二水中分白鹿洲 第二个关系呢 就是起成转和的关系 起就是引起 是叙述的起始 成就是承接继续发展的意思 转呢 就是转折 是思想感情上 小小的迂回 和就是综合 对前面的总结 实质是更大的推进 而达到的高峰 比如 陈毅的诗 《梅岭三章》 南国封烟 正十年 死头虚相 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豹飞来 当值钱 这个里面把起成转和啊 都表现出来了 第三个关系呢 就是层地的关系 层地就是层层低近的意思 就是说 越说思想越清楚 越触及实质 越说情感越强烈 激情越难以 如周总理 你在哪里 这首诗最后一段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 啊 宗理 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辽阔大地 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那么最后就是一个总结 他的这个感情达到一定的高峰 第四一点就是 对比关系 上下去意思相对 如江水之情 暂西波 秋风何意 不吹浪 双手临起 红礼鱼 东方发白 现曙光 下面呢 我们再学习一首 现代诗 现代诗歌 体材极为丰富 语言通俗 意义深刻 情感饱满 我们就以徐世博的诗 《在别康桥》为例 《在别康桥》是一首 优美的抒情诗 宛如一曲 优雅动听的清音乐 1928年秋 作者再次去英国剑桥大学 就地重游 夺发了诗心 将自己的生活体验 化作屡屡情思 轮回在所书写的 《康桥》美丽的景色里 也驰骋在诗人的想象之中 全诗 以轻轻的走 来 招手 作别云彩起笔 用虚实相间的手法 描绘了一幅流动的画面 构成了一处处美妙的意境 全诗情景交融 结构形式严整 错落有致 在朗诵这首诗的时候呢 一定要突出一个清和一个净 通过想象和联想 创造出一种清净的美 以此衬托出世人 感伤怀念心境 接下来呢 我就将这首诗 给大家朗诵一下 轻轻轻的 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坐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流 是夕阳中的新凉 不光里的夜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清性 游游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云荫下的浴潭 不是清泉 是天上红 柔碎在浮躁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 撑一只长膏 向青草更清楚 满宿 满载一传心灰 在心灰斑斓里放羹 但我不能放羹 悄悄是别离的生肖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悄 悄悄的 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灰灰衣袖 不带走 一片云彩 那么这首诗呢 在朗诵的时候呢 就是说要代表作者 去抒发自己的情感 也可以说 就是说朗诵 朗诵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转述的 这个语气去朗诵 转述的语气 实际上也就是朗读 把这篇 这首诗的意思 给大家读出来 感情不是很浓 所以说呢 朗诵可以采用两种方法 一种呢 就是 采用转述式 一种呢 这个采用这个直书胸义 直接代表作者 去说话 直接代表作者说话 这种朗诵方式呢 就是感情更加真挚一些 更加能够感染别人 好了 观众朋友 今天的诗歌朗诵的剧场呢 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我们下一次呢 讲散文的朗诵 欢迎大家的收看 谢谢